我们刚刚学习了如何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习如何使用代理 那么关于使用代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代理的原理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把这个web server 想象成一个谷歌的服务器 正常情况下 我们在教室里面是使用不了谷歌的服务器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VPN软件 对吧 我们通过它来帮助我们去发送 关于谷歌的这个请求 然后也是通过它把这个响应拿到 然后它会把这个响应再返回给我们的乱七里面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能够通过这样一个代理软件 能够实现游览对方的web服务器 它相当于一个代理就起到一个中间人的作用 它帮助我们做一些事情 帮助我们发送请求 帮助我们接受响应 对不对 那是关于代理一个简单的一个了解 那么说到这个代理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会想到 我们好像在前面学过一个东西 叫做NGX 对吧 我们老实说NGX是一个反向代理 那么刚刚所说的VPN它是什么代理呢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代理的这样一个分类 正常情况下 假设我们的乱七访问对方服务器 访问摆助的话 直接这样因为访问成功 对不对 那可能中间还需要有一个DNS服务器的东西 我们就这里就没有放上去 那如果说对于一个反向代理来说 比如说就拿NGX来说的话 我们的乱七在访问 比如说我们之前写好的这样一个将冠项目 我们访问的是将冠项目的服务器吗 还是想问访问的是NGX呢 访问的是NGX对吧 大家可能有同学想 这NGX的服务器呢 不就是将冠项目的服务器吗 NGX的地址不就是服务器的地址吗 其实不是的 对吧 因为我们当时用的是一个无方图 我们把NGX呢 还有我们的服务呢 web后端的服务呢 都放在这样一个无方图里面 所以它是大家看起来是一起的 那其实在真正的工作中呢 这个NGX呢 和我们放我们web呈现的那个服务器呢 他们是不会在一起的 所以说对于无论来说 我们永远访问到的只有NGX 我们是访问不了服务器的 那只不过呢 NGX做了一次转发 它相当于它拿着我们的请求 它知道我们要请求这个主页 然后它就把服务器上主页的资源拿过来 然后访问给我们的乱战器 对吧 那所以说对我们的乱战器来说 我们是不知道 关于最终那个服务器的任何细节的 能理解吗 我们只知道NGX 那么这项带领又是什么样子呢 这项带领就相当于刚刚我所说的VPN 那其实对我们的乱战器来说 我们是非常清楚知道 我们就是要访问谷歌 只不过现在访问不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在中间使用一个VPN带领软件 然后让它帮助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通过刚刚的描述 大家能够理解 所谓正向带领和反向带领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吗 区别是什么呀 区别就是对于我们客户端 和我们流战器来说 我们是否知道最终服务器的信息 或者最终服务器的地址 理解吗 如果我们知道最终服务器的这个地址 那它就是一个正向带领 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呢 这就是一个反向带领 因为我们知道的永远都只是NGX这个地方 能够理解吗 那为什么要有NGX这个东西存在呢 它很明显的 我们前面老师给你讲过 比如说负载均衡呀 它肯定可以做到了 对不对 那还可以做到什么呢 比如说 对于很多人来访问这个对应的NGX来说的话呢 暴露给这些人呢 永远只是NGX的服务器 最终呢 我们跑外部服务的那个地方呢 别人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别人就算要攻击 也只能攻击到NGX 是攻击不到 最终的这个服务器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数据呢 相对是非常安全的 别人把NGX搞挂了 那你挂了吧 那重新再启一下 重新再启动一个NGX就好了 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 是关于我们刚刚所说的 正向代理 反向代理的一个区别 就是对我们的暗器来说 是否知道 最终服务器的信息 如果我们知道 它就是一个正向代理 如果我们不知道 它就是一个反向代理 那么 在我们的程序里面 到底应该如何去使用代理呢 那使用代理的话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添加一个proposies 这样的参数就好了 那么接受一个字典形式的数据 那这个字典是什么样子呢 既然是一个字典 也是一样 那肯定会有键 还会有值 对不对 那键是什么呢 值又是什么呢 键 就是协议 值呢 对应的呢 就是协议加上IP地址 加上端口号 两个内容 明白吗 这个地方 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那为什么 我这里写了http 还写了https呢 其实你放一个就可以了 那放什么样子呢 放这个代理呢 是根据我们这样一个 请的URG来决定的 如果我们要请的是一个 http的URG地址 那么毫无疑问 肯定是要放一个 http的代理的 如果我们要放的是一个 https的 我们要请的是一个https的地址 我们肯定要放一个 https的这样一个 请求过去 是不是 这个地方大家评理解 对吧 那么 其实关于代理呢 它其实有分为好多内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去网上找一些代理 来看一下 代理都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呢 我收藏了几个 网址 这个地方 一个免费代理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呢 它有分为好多内 就国内普通 国内高利 国外普通 国外高利 对吧 还说会得 这种内型的代理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也是有 就代理呢 一般分为三种 或者分为两种 一种是透明的 一种是高利的 那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普通利明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即使 我们在用代理的时候 我们得明白 首先明白一点 就是 我们刚刚 没有给大家说 为什么没有使用代理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这PPT刚好错过去了 为什么没有使用代理呢 大家想象一下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 如果说 通过程序 去请求对方的 这样一个服务器 请求服务器的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只是 通过我们手动的 这种方式 然后再通过 留乱器来请求 我们可能三秒钟 才能请求一次 有点地址 对不对 但是我们通过程序的话呢 我们可能一秒钟 就会请求好几次 甚至好几十次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对方服务器如果发现 我们同一个用户 在不停的 大量的访问 对方的服务器 那对方肯定是不是 就能够判断出来 我们是个怕什么呀 因为我们如果说 是一个正常人 通过流乱器来访问的话 对方是不 正常人通过流乱器来访问 不应该访问这么快 对不对 我们应该是 非常速度非常慢 那这个时候 有同学肯定在想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在每次请求之前 我们time at sleep 睡个三秒 睡个五秒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呢 对吧 这种方式呢 确实可行的 就假装我们 好像是一个冷卵器一样 慢慢地访问 对吧 但是这样的话呢 就会牺牲我们的 获取数据的速度 对吧 我们请求太慢了 对方的网页 获取数据也慢了 对不对 那抓的数据呢 就相同的时间里面 是不是更少了呀 这数据就非常非常慢 那这个时候 又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能让我们 起床对方服务器的时候 请求到非常快 然后呢 也不会被对方 识别为爬虫的 对吧 那就是我们要 使用代理的 那关于为什么 要使用代理 别人就不会把我们 使用识别为爬虫 我们还没有说到点上 那个点在哪个地方呢 就在于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样一个场景 在进行618的时候 双11的时候 京东淘宝 肯定有非常非常大的用户 对不对 他们一秒钟 可能有几千万次 请求 那比如双11那个晚上 对吧 那估计是有 几千万上亿次的请求 在很短的时间内 都会发生的 那为什么淘宝 或者京东 没有把这些请求 识别为爬虫呢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会发现 这些请求 并不是同一个人 发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说他可以 把他们认为是用户 而不是把他认为是爬虫 对吧 那所以说我们在 我们的代码里面 也是一样 当我们在短时间内 发生了大量的请求 到对方服务下面 为了不让大家 为了不让对方 识别出这些请求 是个爬虫 我们也是一样的 在每个请求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个 代理IP地址 就假装我们 是不同的用户 在请求 能理解吗 那这个时候呢 对方服务器 就不会把我们 拍到一个爬虫了 所以说呢 在后续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使用 代理这种方式呢 来做到 反反爬的一个效果 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可以防止 我们的真实地址被泄露 防止被追究 这一点呢 应该也是非常好理解的 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 这个爬虫呢 是个灰色产业 对不对 那可能呢 别人发现 我们通过爬虫 做了一些坏事 或者做了很大的隐匿之后呢 别人会 很苦恼 或者说是很眼红 那就是呢 为了不让别人知道 我们是 拿到别人数据 我们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使用代理IP地 做这个事情 那不然的话呢 那假设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 对不对 我们拿着别人的数据 我们把它呈现在我们的网上 那别人当 别人当在网上 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面 发现了他的数据之后呢 那别人呢 可能能够非常明确的知道 我们是拿了别人的数据 那可能这个拿的是 我们控制C控制V 也可能是通过爬虫 就爬了 对不对 那别人就能知道了 那除此之外呢 那假设我们并没有 把我们的数据 放到这个网上 而是我们拿了这个数据 去进行一下数据分析 或者在我们公司内部使用 那这个时候别人 怎么能判断出来呢 对吧 别人就可以通过 查看我们的这个IP地址 那比如说我们写旁边的时候 没有什么代理IP 别人就能够通过我们的IP地址 知道我们的位置 然后知道我们是 哪个地方的哪些人 获取到对方的数据 那比如说后续呢 可能我们会爬一些 比如说新浪呀 豆瓣这些网址 对吧 那新浪豆瓣 他们的服务器呢 发现 比如说后天的时候呢 在这样一个修论大厦里面 有非常多的用户 在请到他的网站 他就知道 这个大厦里面呢 估计爬出门就开始了 对不对 就这样的意思 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别人通过IP地址 就能查到我们对的位置 对吧 其实这个 为什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呢 是非常好人机的 比如说大家想象一样 这样一个场景 我们在电脑上去看百度地图 谷歌地图 或者手机上呢 看百度地图和高度地图 我们在不开GPS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能够定位到 我们所属的位置 对不对 是不是呀 通过IP呢 这只是一个方面 可能它还有一些 其他的内容在里面 不光是通过IP地址来定位的 中间还是其他内容 但是IP肯定是一方面 它是可以知道 我们在哪个位置的 然后也对呢 也能知道 是谁在请求他们的数据 所以说呢 当我们使用 但理IP地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相当于 起到一定程度上呢 隐藏着自己 真实IP地址的一个效果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也说了 IP地址分为这样的境内 对不对 有透明的 有普通利民的 还有高利的 那么透明的 普通利民的话呢 对方的服务器 其实能够通过 我们使用的代理IP 追查到 我们真实的IP地址的 所以说在很多时候呢 我们更愿意选择 使用高利的这种代理IP 因为这种代理IP的话呢 别人是没办法知道 我们真实的IP地址是什么 但是呢 也是一样的 这种普通 还有普通代理 或者透明代理呢 它的这个代理的质量 或者数量呢 可能更多一些 但是高利代理的话呢 在目前呢 说的话呢 因为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对应它的效果呢 可能不是特别好 能理解吧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是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做 马龙很忙 在后面的时候呢 我们学完 数据提取方法之后呢 大家也是可以来 爬一下这个网站的 把下面的IP地址 给抓下来 自己来用 但抓的时候呢 大家需要 在用的时候呢 大家需要知道 有一点 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有的IP地址呢 它是支持发送HTP请求的 有的IP地址呢 它是可以发送HTPs请求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IP地址呢 都能够发送HTPs的请求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这个地方 这样一个分类 对吧 关于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的 有的IP地址呢 能够发送HTP的 能发送HTPs的 但是呢 有的IP地址呢 比如它就发送不了HTPs的请求 那有的IP地址呢 它是可以支持 发送HTPs的请求的 对吧 那有的IP地址呢 它是不能支持 发送HTPs的请求的 对吧 那有的IP地址呢 它效率比较高 它的质量比较好 可能很快就会有响应 对不对 那有的代理呢 比如说这个 30秒之后 才会有响应 像这种代理IP 我们相对发个请求 我们得在30秒 才会有响应 这是非常慢呀 所以可能在我们 在用代理IP的时候呢 我们得注意 我们得用一些方法 来让我们的代理 更快一些 对吧 那是这个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也是 这个叫理不代理 那么同样的 如果大家不希望 不想去 爬这代理IP的话 觉得太麻烦 太费劲的话呢 可以去买 其实也并不贵哈 非常便宜 比如说 我们买个星期 只要30块钱 买个月只要80块钱 大家一次呢 能够提取3000多个IP地址 是非常便宜的 对吧 所以大家呢 可以 不是分了一个小组吗 对吧 大家一个人出一块钱 剩下钱组长出 对吧 就可以了 就这个样子 那当然大家如果 如果组长不愿意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 用一下这个免费的代理 大家可以让这个组长 来爬一下免费的代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比较有意思 我在这里呢 想在这里 右键 想在这里选择这个IP地址 我发现选择不了 对吧 大家经常在上网的时候 也能发现这种网站 它我们是右键不了的 也是选择不了东西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呀 大家可以在Windows下面 按一下F12 对不对 直接按F12就可以了 对吧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先打开这个检查 然后再去请求这个地址 就可以了 先打开检查 然后再去请求这个地址 请求工具 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IP地址 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端口号呢 是个图片 发现没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图片 看见吗 这图片是这个样子的 那对于这种图片的话呢 我们要识别它端口号 后面我们也会讲 对那方法 这些方法呢 识别这个端口号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这点呢 大家不用着急 后面会讲的 那么包括一些 不是非常简单的验证码呢 我们后面也会讲 如何去识别 那么我们就用达码平台 然后通过他们的接口 去识别就好了 那这个地方 那么下面呢 我们在程序里面 来通过代码 来用一下这些代理IP 看一下怎么用 我们新建一个py文件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叫05 try proxy 我们imput一下request 然后我们定一个proxy 然后也是一样的 它这是一个http的代理 对不对 就是它 然后我们写了http 对吧 先是协议 建设协议 对吧 只是一个协议 加上IP地址 和端口号 对不对 就这样来写 是吧 然后呢 把headers拿过来用一下 headers 给它用一下 然后呢 我们request 叫get一个地址 比如说我们请一下 百度的地址 然后呢 我们proxy 等于proxy 对不对 这个地方 self也不要删了 headers 等于headers 对吧 我们用rl 接收一下 我们print一下 rl statescode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IP可不可以用 我们发现了这个速度好像很慢 对不对 那说明什么呢 这个IP的质量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这个IP的质量不是特别好呢 因为这些IP都是免费的IP 肯定有很多人同时在用 对不对 我们能想到去爬他这个IP去用 对不对 那别人可能也能想到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发现200了 只不过这个时间呢 有点久 对吧 那我们再换一个 找一个 这个 它是80端口 是一样80端口 重新请求一下 也是一样 这个更快一些 对不对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现 有的带领IP质量比较快 有的带领IP质量比较慢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正在用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考虑一下 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 我们是否在用这个带领之前 应该来测一下 这带领IP的速度呢 对不对 如果它非常慢 可能是要30秒才能返回一个响应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毫无疑问 其实没有必要再用它了 对不对 如果它比较快 那我们就用它 那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点就是什么呢 我们这里 到时候如果说 我们自己通过 我们的 爬中去爬这带领IP 或者爬这里的 或者爬这里的 这带领IP呢 会有刚刚一样 会有很多是用不了的 那这些用不了的话呢 我们就应该 去提前把它给筛选出来 对不对 把它给删除掉 只用那些能用的 那包括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算是我们去买的带领IP 也是一样的 我们买的带领IP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一次性能提取3000个 可能里面有2000个 是用不了的 都是这个样子 可能或者说什么呢 在当前这一刻能用 可能过一会儿又用不了了 对吧 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注意 在使用带领IP的时候 注意一些事情 我们把它写在这里 这个地方 使用带领IP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最起码的 我们得检查 带领IP的可用性 对不对 那么检查 那IP的可用性 怎么检查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刚刚在这里 发生了一个请求 对不对 它这个请求呢 好像超过了七八秒之后 才有响应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 比如说通过一些方法 我们强制的让它 在十秒钟之内 或者三秒钟之内 有返回 如果它没有返回的话呢 我们就给它报一个错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呀 那这个内容呢 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在请的时候呢 进来一个参数 一个超时参数就好了 那这个超时参数呢 我们可以放到后面去讲 那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们趁下超时参数之后 比如说趁下超时时间是三秒 意味着 我希望它三秒钟能返回 那三秒钟之内 它没有返回 整个程序就会报错 那这个报错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捕获到这个异常 然后呢 做个什么事情呀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IP地址 给删掉了呀 就相当于我们 现在就只要用 响应三秒钟之内的 那些IP地址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简单IP可用性 第一个方法 就比如说 我们可以 使用 request 添加 超时 参数 对吧 判断 IP地址的质量 那么当然呢 除了这种 我们刚刚设了两个 发现两个呢 都能够响应回来 只不过有多快能慢 那其实还有很多IP地址呢 当我们用的时候呢 直接就爆错了 其实我们proxy error 就是代理错误 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说明这个代理IP不可用 对吧 那么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其实我们 除了可以使用request的判断之外呢 还可以干什么呢 还可以通过一些在新的工具 代理IP 质量 检测的网站 他们也是可以来测试 这个代理IP是否可用的 这个内容呢 大家可以来自己摆读一下 那这会儿呢 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如果说 能够判断出来这个IP地址 可用或者不可用 假如它是可用的 然后呢 我就用这个代理IP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想象一下 这样一个问题 我在这个地方 反复的就用这一个代理IP 有意义吗 那比如说 我们发现这个代理IP 确实可用 我们在这里一直用这个代理IP 我们请求一千次 都用这个代理IP 这个有用吗 是没有任何用的 对不对 我们一千次都用一个代理IP 还和我们不使用代理IP 其实没有任何区别 对吧 因为对方也是能够发现 我们一直在同一个IP来请求 他也会判断出来 这是同一个用户 对吧 会把我们这个IP地址给封掉 我们就请求不了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是怎么办呀 随机对不对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准备一堆的IP地址 组成IP池 对吧 这个池是什么意思呢 池就是水池子嘛 对吧 很多水 那IP池就是很多IP 组成一个大池汤 那到时候呢 我们要用的时候呢 随机选择一个IP来使用 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应该随机选择一个IP地址来使用 对不对 这个地方能理解吗 因为我们不管是通过PALRORO去爬 还是去买 我们可能得准备一堆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这一堆 你不管放到本地一个TIT文件里面也好 还放到数据库里面也好 那到时候要用的时候 从数据库里面读一下嘛 对不对 或者从本地文件里读一个IP地址出来 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又有一个问题 那假设现在我们有10个IP 对吧 这10个IP呢 我们通过随机 比如random 叫choice的方式 随机选一个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中间就会有些问题 比如说 我在10次里面 由于随机的方式 那可能10次里面 我有七次都选择的是某三个或者两个IP地址 对吧 也是有可能的 对不对 那另外好几个IP地址都加工没用到 或者说我们在10次里面都选择的是某七个IP地址 或者另外两个IP地址都加工没用到过 那这个时候为了避免这种尴尬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这个随机的时候应该用一些策略啊 不能够直接用它随机对不对 我们希望的是 那些用的次数比较少的那些带你IP地址呢 能够在下一次有更大的机会 你都不用到对不对 用到次数尽可能少的IP地址 在下一次的时候 有更大的可能性被用到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呀 我们是最起码得知道 当前这个IP地址用了多少次对不对 我们如果能够知道 当前这个IP地址用了多少次之后呢 我们把所有IP地址 根据它使用的次数性一个排序 那排序之后呢 我们取用的比较少的那几个或几十个 然后从它们里面随机选一个 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呀 那如何选择 那这个过程呢 也是可以用一些逻辑来实现的 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代理IP呢 就组成这个样子的 组成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里面有个键叫IP 那就是我们的IP地址 那么还有一个叫 参数我们可以写到times 表示是使用次数 比如最开始的时候都是0 这是一个一个的IP 那么可以把这些IP呢 都放到一个列表里面去 那这里呢 我们就有了一堆的IP了 对不对 都组成这种字典的形式 放到一个列表里面来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对这样一个对这个IP的列表进行排序 对吧 排序按照什么排序呢 按照times 就是使用次数进行排序 对不对 使用次数进行排序 这个按照使用次数进行排序大家都会有 对不对 做了方法就可以了对吧 sortd对不对 按做的方法进行排序之后呢 选择使用次数较少的 比如说10个IP地址 从中 随机选择一个 对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这个叫选择次数较少的10个IP地址怎么选呀 我们前面是不是已经排过去了呀 如果是如果我们是升旧的方式排的话 我们只要取全10个就可以了对不对 如果是降旧方式排 我们取后10个就好了 切下片就好了对不对 然后再使用randommerchoice 是不是就好了呀 这个情况我们能够解决问题就是 让使用次数较少的IP地址 有更大的可能性 可以用的 是不是能够做这样一个事情呀 这个思路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哈 然后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呢 我们想一个IP地址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应该检测 这个带来IP是否可用 如果它不可用的话呢 我们就应该把它删掉 如果它可用的话呢 我们应该放到程度里面去用 对不对 这是我们使用带来IP的这样一个思路 这个思路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代码 因为没有非常大的多的代码来写 我们现在只有这样一个思路 这个思路呢大家应该是可以先理解一下 然后后续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思路呢 在代码里面来实现对应的这样一个逻辑 好 大家下个休息十分钟